哈啰 大家好 我是Mina 大家这周过得好吗 来分享一下最近拍卖纠纷的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是发生在法国 一位就是81岁的老先生老太太 一位81对88岁 那他们有一天呢 他们是在清理仓库的时候 清出了这个非洲面具 他就是把它卖给了这个住家附近的古董店 没有多久的时候呢 他就看到了这个报纸上的新闻 拍出了高价大概4万欧元 然后这一对老夫妻啊 就是非常的愤怒 非常的生气 他会觉得说这个古董商啊 他骗我 就是说他是有点诈欺行为这样子 他于是呢 就是告上了法院 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呢 他就说他们这个没有什么价值 卖了2,021块 这个价格啊 真的差太多了 实在很不能接受 其实不是钱的问题 是欺骗的问题 所以这对老夫妻呢 就决定就是要 要去告证古董商 非常的好奇 这到底是什么面具 怎么会这么贵啊 竟然要六十几万台币耶 然后我就是去查了一下这个资料啊 然后就是把这个来龙去脉 就是了解了一下 我知道就是有一些人 他就是会收藏这个面具嘛 然后也很喜欢非洲 像我们台湾就是吴炫山 他就是最有名 他就是怕非洲 也去非洲这样子 一查之下才发现 真的是不可思议 这个面具呢 其实是来自那个 嘉蓬的一个古老的一个民族 叫做方族 那这个方族哦 他们就是方族的一个传统 因为他这个算是一个 司法的一个团体 算是一个私人的一个团体 那他主要 他就是会有一种仪式 以抗邪灵啊 是巫师所用 那他这些的面具 他们是来自一个地下组织 但是他这个地下组织哦 有一个非常高的 惩罚权力跟司法 在二十世纪的时候 就是已经被这 殖民的国家 给禁止跟取缔 因为实在太暴力了 这个仪式是怎样的可怕呢 有一支族叫做恩吉尔 那他们都会 就是会去入会 那你的入会 他们其实是非常的暴力的 他就会用那种鞭打 把你打到要死要活 要你认罪 就是你就是有罪 你一定要承认你有罪 你要被鞭打之外呢 你还要交上 你家里最珍贵的东西 就是你祖先流传下来的东西 你要交上去 就是你要献祭这样子 才可以进入到 这个神圣的一个团体里面 那这个仪式呢 其实是巫师去主持的 那要爬过那个 就是有点像是泥地这样子 可是这个泥地呀 他会经过很多的关卡 例如说暗器 或者是尖锐的东西 那你爬过去的时候啊 你就会浑身受伤 但是你通过的话 你就会受到保护 你就不会有受到邪术 跟任何的毒害 这是他们认为 非常重要的生活仪式 但是这个团体呀 其实是非常的暴力 因为他们会动用私刑 就是有时候会去对付 就是村庄有发生冲突的一些居民 或者是一些 有一些债务啊 或是有一些偷窃 那他们就是会用这种 比较用暴力的方式 去处罚他们 很多人都会被吓到这样子 但是这些外来的殖民的一些国家 就觉得说 这个仪式实在 这个团体 这个黑暗团体 真的是太可怕了 所以就是已经被禁止了 加棚的面具啊 其实他这个是 有点像是乳酪色的木头 那这个木头 大概都是用一些比较就是 非常珍贵的这些木材去做的 然后他的特色 就是眼睛就是特别的小脸 特别的白 然后那个面具都是拉长型的 那有的呢 就是会大的耳朵 或是比较长的一些鼻子 那通常就是比较面无表情 他们帮助有一些 非常多的一些巫术 那这些巫术通常都是在惩罚 一些作恶多端的人 或者是说有罪的人 了解了这个家童地区 这些面具的这些故事啊 我才发现 原来是这么的有故事 部落文化的一个传承 他们家的这个面具啊 据说是他的父母去这个非洲玩的时候 带回来的 然后就一直被丢在仓库 他们坚信就是这个古董商啊 就是在欺骗他们 为什么 因为这个法院是这样判 就是说 因为你一定具有这样子一个知识啊 不然你跟他收购之后 然后他就直接就是把他送拍 这个面具到底多么的稀罕呢 因为据说在这个世界上啊 他有一些美术馆有 其实也不过十几个而已 所以其实这个 宅的价值可能还会再超过六十几万台币哦 就是有这个可能性啊 或者是说会由博物馆来收藏 但是这个上述 判定了就是这对夫妻 这对老夫妻就是胜诉嘛 就是获得了三十万欧元的赔赏金额哦 哇真的是非常的惊人 好啦那今天就分享完了这个非洲面具 其实我我心里其实有一点点像哦 因为非洲还没有去过嘛 也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去非洲看一看这样子 好那我们下一次见哦 拜拜 拜拜